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爽 温和 甘甜 真的 赞 而且这个还可以做成像火锅顶 对 对不对 对 来来来 所以今天这个养肉炉 其实让妈妈在家里很简单的 你可以变化性很大 来 把它加 过来 而且这个真的很适合大家吃 有些时候你很多人不能吃不喜欢中药材 或者什么的话 就不如用这种羊肉炉来做清爽版 你讲到中药材 其实我今天还是有放中药材 有吗 有 真的喔 我今天的中药材呢 主要的中药材是来做去腥 跟汤头提香的部分 提香的部分 对 所以你会吃起来有一点点 可是全被 我刚吃就觉得好像一点点而已 对 全部又被蔬菜的甜味跟香味把它盖掉 所以不敢吃中药材 等于敢吃咯 对 好 马上来看怎么做 来 第一个的话就做汤底 汤底 来 今天的羊肉部分就是带皮的 带皮 好 先做汆烫的动作 吃了 这是一定要的 我开水 这一般都冷冻的嘛 对不对 都冷冻的 所以也是爱意料啊 穿烫的血水桌 除非说你在传统市场 这看起来还蛮干净的 很干净 所以有时候冷冻的 你在买的时候 你要挑选一下 它整个的一个环境 干净度一定要够 对啊 就算是冷冻也没有收出了很多水 不然就是你在传统市场 有一些什么自己宅的 你就可以去挑自己信任的 好 穿烫呢 一般有些人比较怕羊肉的新三味 穿烫也可以去掉一点 对 也可以去掉一点 就是主要它外面的杂质 血水啦 因为血腥 我们整个汤头这么清澈 对啊 那再来我会教大家用 如何用这些的所谓的中药材 来做去腥的动作 不然才不会一锅炖起来之后 整个当然没有人敢吃 中药材做去腥的动作 没错 没错 而且又可以当我们汤头提香 好 一渐二股啦 好 好 来 这鸭肉汤汤完之后 你闻还是会有个稍微 一点点 有甜味 对不对 本身它的甜味就跑出来了 对 来 放入内锅里 就汤汤好了之后放内锅就好了 是 好 那再来 用肉要好吃的就是你说的 刚才汤汤就有甜味打爆出来 对 那我们要好好再补甜味进去给它 哦 蔬菜 好 蔬菜 用这两样 红白萝卜 好 用这两样进去 这个好 这两样的甜度 包括你的高汤起来 就很迷人哦 好 来 再来姜 姜片一定要的 而且暖身体 对 然后来 这个我看你用这个 就是一般的中姜而已对不对 中姜就好 不用用到老姜 对 老姜下又太燥了 好 好 来 再来 红枣 红枣 补气 也是补气 然后堆一点甜度出来 好 那再来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配方了 哦 如何让你的蔬菜的羊肉乳里面 它的味道是很沉香的 哦 沉香 所以就不能太野 野 对 对 所以今天都没干部 好 没干部 来 辣的 让你吃不出 因为野的味道一闻就知道 是 来 这四样 哦 这四样 羊肉乳你就是要加这四煲进去 哦 当鸡 当鸡一小片 哦 嗯 川公 川公 哦 然后来 桂枝 这 白胡椒粒 就叫谷月 哦 谷月就是胡啊 胡椒的胡啊 哦 好 哦 就用这几位就好了耶 是 而且这个还不能太大片对不对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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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行多 嗯 就这样一点点就好 很多猫在家里做料理 就是说 啊 大家要吃的 大家要吃的 大家要吃就加加一块 差不多就这样 味道都抢掉了 对啊 来 放下去 哇 所以它就会有那种很温和的香味 是 嗯 这个水部分哦 因为我这就高汤了嘛 对 所以我会浇到八分满 好 等于就等下一大锅 OK 那我刚还有一些蔬菜是等下再加了 最后再加进去就好 外锅的部分哦 我妈记得三杯水 一杯 两杯 三杯 三杯 好 三杯羊肉 三杯水炖起来的羊肉哦 它带点绞劲 那你如果说 那可以再滚一下嘛对不对 你如果说我今天的羊肉 那要喝很暖的 你可以再焖在这边 焖着就好 要焖着就好 或者是我们煮的过程 它就越来越软了 对对对 所以说妈妈 你可以去控制哦 好 来 这就焖不焖 好 这羊肉高汤 三杯水的时间很简单 清爽 可是又很够味的羊肉汤就好咯 而且这是很适合大人 老人 小孩都可以补的一个汤品 稍等一下 好咯 来来来 这个汤就是 汤就是很迷人 香味哦 而且我其实我很喜欢这种清汤类的 因为清汤类你喝起来真的觉得没有负担 对 拍摄 拍摄 不好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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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要拿 小心 小心 好 好来 就这个 好 这都还没调味的 而且那个萝卜都快要透了 这个萝卜是刚刚好 这还没调味的 好 所以砂锅准备好 来 高丽菜 高丽菜 你就把它铺底 对 可以把这个油捞上去给它吗 没有 整个要倒进来就好 我倒进来就好 刚刚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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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这包 因为绝对上面有一点羊油 还不错 这个羊油一定要进 因为你有大量的蔬菜 对 好香哦 这包的汤头就刚刚好 拿出来 再也没有人看到中药在哪边 是 对不对 小孩子看都看不到 把刀进来 哇 太赞了 哇 太棒了 一锅就刚刚好 好 姜也放进来哦 好 因为你会加大量的蔬菜进来嘛 所以姜就一起跟它滚肺 好 那包括芹菜 就蔬菜类都可以进来 对 你看这个 是不是在家做很简单 对啊 你看你什么时候在外面吃 要有这么多色的蔬菜 是 对 你光蔬菜的颜色 白的 黄的 红的 绿的都有了 对 这边 蒜白 鲜下 好 让它去滚 好 汤有多了一点 来 你看它 把它拉到这边 可以 可以 蒜绿最后再加进来 好 不要忘了是不是还没调味哦 好 好 米酒 米酒 盐巴 好 其他的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蔬菜 越滚越香 好 对 包括你要吃 因为蔬菜甜会一直出来 对 包括你爱吃一些菇类什么的 都可以添加进去 好 那就把它放进来咯 来 把它倒进来 可以吃吃了 是 对 倒走 よろしく 吃饭 试吃 真的舒服 有一种那种 整个心情都好像被温暖的感觉 对 对不对 然后又是很清爽 不会吃 压着压着 而且很多这种蔬菜的甜味 所以你吃起来那种感觉是幸福的 而且 这个中药味其实很淡 然后它就是 好像跟羊肉的味道合而为一了 所以你刚开始不会特别觉得有中药 对 如果这一锅纯粹就是只有炖羊肉而已 你没有这些中药的话 你会觉得这羊烧味一直跑出来 那这一锅整个蔬菜的味道全部被压掉 对啊 那我要看这个羊肉 哇 可以蘸酱的 对 现在好像夹起来是有点QQ的 对 它现在是有口感的 对对对 整个酱 Q 带筋 好吃 就是不会有那个腥味很重 对 对 因为它那个中药的关系 它合而为一的时候你就不会特别觉得腥味重了 所以这个中药里面它帮你做到去腥的效果 然后把羊肉它的香味把它带到最好 然后吃这里面我们刚刚的胡萝卜 对 这都是甜味 就觉得这一锅就是真正的养生 对 就有很多五色的蔬果 然后有这个羊肉 有一点点的中药 没有负担 可是你就会吃完这种 自由鸡少了不少 对 真是幸福料理 而且是什么 气质人气的羊肉卤 真是很不错 妈妈要做气质人气吗 去看看 就端出来一样很吓人的 那而且呢 这个还可以加一些什么豆皮啊什么 对 都可以加进来 干火锅去吃 对 赞 去看看就知道 很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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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